原乡部落的长辈在就医的时候 常常因为听不懂国语 而造成医病沟通上的困扰 而为了提升癌友的照护品质 门诺医院特别将 癌症希望基金会所制作的 癌友饮食以及治疗副作用等味教的影片 委托专业的族语老师 翻译成泰鲁阁族、阿美族、布农族语的味教影片 期盼让部落、年长、癌友 能够理解到健康的资讯 提升离癌之后的生活品质 82岁的张信布农族阿公说他是乳癌患者 虽然听得懂国语 不过看了足语版的味教影片之后 对癌症宣导更加了解 目前还是有很多人得那个癌症 所以我们 我听到门诺医院要办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是想说应该早一点这样做 那没关系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 那我们大家透过这样子的 那个怎么讲报导 让他们知道要怎么样预防 或者是怎么样去治疗 然后减少那个癌症有关癌症而死亡的那个比例 门诺医院癌症中心主任林学福表示 希望只有这些影片 让部落长辈可以透过母语的方式 对癌症饮食和相关副作用有更多认识 那把有关癌症的一些副作用 能够让我们这些老人家 用母语的方式了解得更清楚 因为这些是最常见的副作用 所以刚好有这样的翻译能够让他们能够更了解 这也是促进一些医病关系的更紧密 门诺医院癌症中心组长高雅文他表示 在实际的照护过程当中 经常因为专业的医疗用语无法正确描述 让部落里的长辈们听不懂 而没有办法做好癌症的生活照护 真的是有时候一些专业的术语认真的要让我会 就算会讲母语会听 但是这是要表达的时候 还是有点落差 有一些太高难度的 如果你要讲化学治疗 光化学治疗这件事情 还有血球降低这件事情 你可能要用国语讲 你可能讲半天他永远听不懂 甚至光这个事情在翻译上面 我们跟翻译者也是沟通了很久 让他理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这样他们就照着这个内容再去做翻译 所以这是内容有点难度的 门诺医院把癌症希望基金会所制作的 癌有饮食及治疗副作用等 胃教影片 委托专业的竹语老师 翻译成泰鲁阁竹阿美竹布农竹语的 胃教影片 未来这些影片会在医院内的网站可以搜寻 也会透过手机平板的运用 在社区进行胃教或者是家庭访试的时候 协助长辈把这些讯息连结加以传递 并且和更多人可以分享 相信不论是在饮食、营养 还有照护品质提升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界里会欢迎时报道